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再起都市新作 首大胡歌人气拉满 五大实力主演加盟 2024新一年 赵丽颖再度掀起热潮 携手胡歌领衔主演都市新剧新居鸾凤 五大实力主演加盟 你猜会是谁呢 敬请继续阅读 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 流量争夺战在2024年开启 各大平台为了抢占观众眼球 纷纷推出人气热款 但待拍新剧名单的公布才是 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近日新居鸾凤的消息频频爆出 引起了广泛热议 这部新的都市时代剧新居鸾凤 在设定上没有过多的出彩之处 然而 引起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依然是五位实力主演的加盟 让我们先来揭晓剧情和播出时间 剧本和时间的公布仅是简单的声明 但是 赵丽颖与胡歌领衔主演的噱头 却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 他们的加盟 无疑在流量争夺战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另外三位实力主演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到底他们是谁呢 接下来 就来揭开新居鸾凤的神秘面纱 长年淡出屏幕的胡歌 近期强势回归荧幕的繁花给了粉丝们无限的期待 如今 他再次携手赵丽颖出演新居鸾凤 着实让人热血沸腾 除了这两位要演的主演 还有三位实力派主演加入了剧组 他们究竟是谁 静请耐心等待 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 而现在新居鸾凤的筹备工作 已经进入了快速推进阶段 剧本和演员阵容已经整装待发 而该剧的启动时间预计在三月中旬 相信不久之后会有更加准确具体的资讯披露出来 粉丝们一定要持续关注啊 这部新剧新居鸾凤 不仅有赵丽颖和胡歌这样的当红实力派演员 还获得了另外三位实力主演的加持 众多粉丝无不期待剧情的发展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 这部剧是否能够再次引爆影评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通过这部剧 不仅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赵丽颖和胡歌的期待 还能够见证其他三位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技 同时 剧中的故事和主题也会引发观众们 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赵丽颖 胡歌等实力主演的加盟 使得新居鸾凤备受关注和期待 粉丝们一定不会错过这部剧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剧情的发展 同时也应该关注剧中所呈现的家庭故事和社会现象 以及对于人性与情感的刻画 新居鸾凤或许会以家庭为线索 探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亲情 婚姻 事业等方面的问题 除了赵丽颖和胡歌的加盟 还有三位实力主演的身份尚未揭晓 他们会给剧中人物带来怎样的冲突和碰撞 每个演员都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展现出独特的演技和魅力 观众们可以期待在新居鸾凤中看到 更多精彩的表演和角色演绎 这部剧的筹备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剧本的撰写和演员的选拔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剧组正努力打造一个精彩分成的故事 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舒心 感动和思考 在新居鸾凤的故事中 我们或许能够见证家庭的温暖与矛盾 生活的喜怒哀乐 以及人性的复杂与纯真 这部剧将以细密的情感描写和真实的生活场景 勾勒出一个都市家庭的多面人生 通过剧中人物的成长和面临的挑战 我们也将受到启发和思考 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2.一部留神 赵丽颖已经在电影圈越走越远 作为85花钟的一员 赵丽颖一直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不仅主演的作品数量众多 而且每一部作品也都能取得非常耀眼的成绩 颜值演技兼备的赵丽颖 更是是在近两年开始了全面的转型 不仅作品题材跨度大 而且角色类型也是越来越有突破感 可谓是不断地带给观众以惊喜 本以为在风吹半夏 幸福到万家两部转型作品冲奖失败 赵丽颖会继续在电视剧圈提升打磨 提高业界认可度时 赵丽颖却是直接转占了电影圈 翻开相关代播作品列表 我们就能发现 在2023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播出的赵丽颖 已经是低调的餐饮了 多达三部电影 一部流神 赵丽颖已经在电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俨然有种将其他85花甩在身后的感觉 第一部就是已经定档在大年初一的第20条 该影片由张艺谋指导 雷佳音 玛丽 王霄 高夜等一众实力派主演 整体的制作和剧情看点也是非常的充足 赵丽颖虽然不是影片的女主 但是眼听力障碍者的赵丽颖 却是早早已炸裂的表现 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和期待 已然成为了整部影片最大的卖点之一 赵丽颖主演的第二部影片则是乔妍的心事 该影片讲述了一对各自怀揣秘密的姐妹 在多年后重逢时 彼此探寻各自背后隐藏的真相的故事 担当双女主的赵丽颖与心之蕾 也是将在影片中有着大量的对手戏 不论是影片的质量 又或者是角色设定的看点 都无疑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 最后就是虎狼之路 该片由实力派导演500指导 范浩然担当编剧 整部剧以三位主角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展开 具备了极强的现实意义和讨论价值 担当女主的赵丽颖 也是突破了自我舒适圈 将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给呈现的淋漓尽致 再加上萧央和刘烨两位演技派的助阵 整部影片无疑也是具备了极强的票房前景 除了以上三部带上映的电影后 赵丽颖也是确定会出演陈可欣的新作《将原弄》 虽然该影片的女主是张子怡 也将面临着同期演员杨幂的竞争压力 但赵丽颖能拿到这样一部大IP 大制作以及豪华班底的作品资源 就已经足以证明赵丽颖 在电影圈曾受到的认可度之高了 毫无疑问 在春节档第20条上映后 表演具有极大突破的赵丽颖 必定会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 再加上后续乔妍的《新式虎狼之路》的上映 赵丽颖也是能完成一年上映多部影片的壮举 个人的影响力和人气 无疑又将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在刘亦菲、迷你等一众电影咖转战电视剧 刘诗诗、唐嫣仍在古偶、现偶中奋战时 赵丽颖却已经完成了转型 让自己在电影的全新领域中越走越远 这样的清晰的发展规划 以及所拿到的作品质量 已然是让人非常的惊喜 相信在不久之后 赵丽颖在电影票的成绩也能无比地耀眼 成为一位合格的电影人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我们一起交流